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商务部日监宣布,对半导体企业的补贴仅限于,满足到2030年在美国至少建设两个先进的大规模机群,在美国建设多个先进封装和DRAM生产设施三项要求的企业。 美国先进的半导体产能扩张,意味着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持续了30年的分工发生了巨变。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,这让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陷入两难境地,意味他们在制造产品方面非常依赖中国。 美国禁止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增长,这可能会对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半导体生产和业务产生不利影响, 与此同时,他们面临着增加在美国建厂的需求。 除了美国在日本也对2奈米晶片如痴如醉,新公司Rapidus决定在北海道建厂,台积电也正在雄本建厂。 日本和台湾企业的决定,与日本政府承诺的巨额补贴有关。 在欧洲、英特尔、台积电等都是靠欧盟的补贴建设设施。 前进日本除满足大客户的需求外,如何争取到日本人才也是台积电很重要的考量。 日本邀请台积电设厂时,曾与日本客户讨论整套技术移转的方案。 但日方认为,并无足够的人力条件满足台积电的要求,但可以在日本招聘人力。 也许大家看到,台积电派了500多人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就职,但没看到日本有200多人在台中厂培训。 他们将来都是日本新厂的核心干部,到时候也会整批打包送回日本。 尽管台日关系也会有静和关系,但应该是和多余静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日前在玉山科技协会表示,未来全球社会最大的挑战将会是信赖的问题。 过去半个世纪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类型的合作,其实背后都是相互的信赖。 但在大国相互竞争的新局下,彼此间的信赖关系正在被侵蚀中,在区域分工的新潮流底下。 每个国家因为害怕都想建立自己自足的系统,而半导体更是大家争取的关键项目。 然而,No Shortcut就是魏哲嘉给的答案,台积电要跟很多家业者公购才能建立半导体的生态系。 也许日美联手希望在五年后能够量产2奈米的技术,但从10奈米开始到7奈米,5奈米,3奈米的过程,到底怎么进行呢? 魏哲嘉不认为有哪个国家可以走出捷径,弯道超车可能的买保险,在资源不足,策略偏离的情况下,就更容易出现弯道翻车。 但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改变的,所有的创新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突破,这些意图不过是一种尝试,但没有尝试就永远不会有机会。 领先者不敢掉以轻心,追逐领先地位的竞争者也要有勇气,这才是产业的常态。 几年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,带领台积电的重要干部到南韩参加全球半导体大会。 张忠谋跟大家说,三星虽然是一只大猩猩,但只要找到要害,还是可以踩到他们的通角。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大概都维持营收的45%,三星晶圆代工的营收大约是台积电的30%,如果三星要以同样的规模与台积电竞争的话,就要投资营业额的150%,此外,2023年全球晶圆代工商机可能萎缩。 张忠谋曾强调是Learning Curve Believer,意思是会在领先时保持投资的步调,让竞争者看不见车尾灯。 台积电资本支出是以两年半作为一个周期,现在的投资是为了两年半以后的客户。 然而,台积电2022年的资本支出,从原先规划的420亿美元,调向为360亿美元,关键可能在于短期订单萎缩时, 资本支出也会跟着调降,只是魏哲家不会说因为哪些客观条件调降短期的资本支出。 在今年半导体市场库存调整之际,市场杂音频传,但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过往在先进制程量产规模与良率都领先对手,外界关注。 今年下半年台积电3奈米营收贡献扩大后,公司在最先进的制程市场能否又是一个人的武林? 台积电持续推进先进制程。 业界认为,对台积电而言,7奈米家族生产已属成熟制程范畴,虽然近期消费性产品库存,调整导致台积电7奈米家族成熟制程需求不佳,甚至拖累利用率,为所幸在最先进制程领域,台积电仍有望独霸。 台积电和三星是全球先进晶片制程两大重量级业者,但台积电的市占率遥遥领先三星。 三星近年来都难以满足客户对晶圆代工良率的预期,除了良率,也因产能过半数优先供给补自家晶片需求,常有产能吃紧情况。 分析师表示,三星为了与台积电竞争,在先进技术方面推动速度过快,但服务长期客户合作的经验不足。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部门去年第二季底率先喊出量产三奈米,并大张旗鼓举办量产出火仪式,引发业界讨论。 随后,台积电也在去年底举办三奈米量产即扩展仪式,但因形成紧凑,不少一线供应商还是典礼前一两天才接到活动通知邀请。 去年底台积电罕见举办先进制程量产典礼,外界认为是大动作回击对手的宣传活动。 不过,台积电商业模式和三星不同,也因此双方并未全面竞争,甚至在记忆体领域有合作。 随着台积电更先进制程出货放量,业界认为将顺势带动先进封装伙伴之一的三星记忆体,来至相关载板供应商出货。 换言之,台积电虽然和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竞争,却也和三星在记忆体业务仍有商业往来。 三星记忆体也已是台积电3D Fabric联盟的记忆体合作伙伴。 台积电日前与法说会上强调,客户300米需求超过台积电所能供应的产能,预期将在2023年达到全面利用,并从2023年第三季开始大幅贡献营收。 将占台积电2023年经元营收比重达中个位数百分比。 按照相关说法,业界推测,今年上半年台积电营运表现将是谷底,可能在首季或是第二季落敌,随着台积电3奈米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大幅贡献业绩,甚至超越过往5奈米量产初期盛况,也将成为台积电3奈米重演一个人的武林的盛况。 3奈米之外,台积电2奈米厂中科台中园区二期扩建案,共规划两期四座晶圆厂,原计划今年动工,最快2024年底前第一座2奈米厂可投产。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中科台中园区二期扩建因都市计划审查仍未过关,台湾中科管理局3月中旬再度宣布延后开发时程,预计10月取得用地后,公共工程与厂商同步动工。 台积电2奈米域在此建成,这将牵连其下一代先进制程布局进度。 中科台中园区二期扩建计划,中科管理局原本规划今年5月交地,但环平今年2月才通过,交地时间改为8月。 不过,由于都审仍未过关,中科管理局在税延至11月交地,是第三度延后二期原区扩建的开发时程。 在都市计划审查大会中,中科管理局长坦言,都审核实可过关仍未定。 法人担心,一旦台积电中科2奈米新厂,用地无法如期取得,后续2奈米投产时程也可能受影响,这将冲击台湾半导体产业链竞争力。 总的来讲,全球半导体需求仍然会持续增加,未来汽车只是在四个轮子上挂上超级电脑的行动载具而已,从人工智慧到5G,商机无所不在。 只是这个世界正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,让人们期待更安全、更绿色、更好的生态系。 但这些期待也会带来更高的成本,在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中,三星可能不再是台积电的对手。 反倒英特尔结合美国政府的政策,比较会对台湾的优势带来一定的冲击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